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 今天早上我们再次呼求主你的圣灵 在我们当中来启示我们 来教导我们 特别透过会幕的亮光 启示主你的真理 如何透过这个会幕 主啊你启示了以色列人 出埃及进了旷野 在这样的环境里面 就认识你的真理 我们也祷告主 透过这个更深的学习里面 主你把我们所认识的 所明白的 更加明显的显露在我们当中 好让主啊 我们能够平衡的 在旧业和新业里面 取得同样的一个的亮光 主啊求主圣灵主啊 也把耶稣基督的知识 在整个救恩的里程里面 主向我们显明 教导我们如何 与他同心同行 赞美感谢你 奉耶稣基督的 这种祷告 Amen 我不知道这个系列 灰幕的亮光 对你有多大的帮助 那我祷告 让我们能够从神 透过这个图像 这灰幕图像的 启示的方式 来向我们启示 我们就能够明白 神到底的心意是如何 好我们来复习一下 我们说到我们第一课 我们谈到从灰幕看福音 从这个摆设的这个为止 启示了神对公义的要求 也透过了在这个地上的同坐 和包括同祭坛 向我们显明神对这个审判 对罪的审判的这个要求 神是公义的 神不妥协任何一些的罪 神审判罪 但以此同时 神也显入了我们心中 那个悲逆的罪 还记得这可拉党 他们拿这个 这个铜的香炉 要来背叛这个 这个摩西的时候 神的火出来 把他们扫灭 他们的铜的这个香炉呢 被敲成片子 把它贴在这个 铜祭坛上面 外观看起来是非常丑陋 因为他不是个平滑的一个面 但是同时候 神透过十字架 也向我们显明了 我们的罪 是和人的丑陋 我们的骄傲 我们的抵挡 我们的叛逆 在神的面前 都是必须要放在审判的前面 而神透过耶稣基督 为我们而死 显明了福音是什么 人的罪 人的悲逆 神必审判 但是神呢 透过他的羔羊 保血 洗净我们的一切的罪 那第二 我们有谈到 进入神同在 这个课题 很多时候我们会以为 进入神同在 只是就是唱唱几首歌 我们就很开心的 进入神同在 但是圣经里面 给我们看到 一个即时如何 进入到神的同在呢 是其中经过一个 叫洗桌盆 这洗桌盆 带给我们一个真理 就是成圣的真理 让我们知道呢 耶稣基督的保血 使我们称义 我们本来是有罪的 他担当我们成为 这个有罪的 我们成为无罪 但是 单单只是 这个身份上 称义还不足够的 神要我们用洗桌盆的水 清洗我们 光照我们现在的污秽 除去我们生命中的污秽 好让我们合格来 伺候他的祭坛 也合格进入 到他的圣所里面 所以这一点呢 就让我们看得出 神骑士 透过这个洗桌盆 把这个成圣的要求 很清楚的向我们显明 那接下来呢 我们也谈到第三课 圣徒的侍奉 圣徒的侍奉 有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 我们讲到启示 我们如果要 真正的侍奉神呢 我们从外宴 到圣所 到自圣所 从个自然的启示 到圣灵的启示 到这个自圣所里面 以神面对面的启示 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要追求的 就是很简单 就是要认识神 更深的认识神 才能够提升 我们对神的侍奉 不是我们侍奉 做的忙了 那我的侍奉就是对了 第二东西 我们谈到就是 在这个圣所里面 的一些的服饰 就包括这个叫做代理 代理圣灵的作为 就是捡这个 这个每一天的 打理这个金箱 这个金灯台 让圣灵的动工 在我们生命中 我们的服饰 就是代理的圣灵的作为 在我们的四周围 所按病人 病人就得医治 我们在教会里面 我们在家里面 代理了圣灵的工作 在这一切事情上 什么东西 拦阻圣灵动工的 我没有责任 把它清除掉 好让我们都经历 圣灵的大能 然后第二就是代表 我们的服饰 不是因为我们想服饰 我们是代表 我们的百姓 来到神的面前 站在神的面前 伺候神 然后与神团契 然后第三就是 我们讲到 我们是代祷 我们来到金箱坛面前 那我们把神的事 把人的事 带到神面前代祷 按照神的心意来祷告 那当然我们的 事奉的最终的终点 一定是来到至圣所 那是过辞典 我们就会谈到这一块 然后接下来 我们也在第四课里面 谈到圣徒荣耀的形象 圣徒的荣耀的形象 是上周我们分享的 可能我们做一点的复习 那首先呢 我们看到这个会幕 有四个 四层的这个盖 那最里面的一层 就是你进到这个圣所里面 你将看到的 在你天花板上面的 就是什么呢 就是这细嘛 是讲到神的公义 神美丽的属性的 一个美丽内在 属神的性情在我们里面 我们基督徒里面的一个形象 就是里面是有神的公义 有神的属性 有神的一个同在 但是第二层 是讲到三两毛 是我们老我 我们旧的性情和罪 全部都藏在 宝血和遮盖和赦免里面 这就在第三层 在这个 然后的公三羊皮盖 盖着我们所有的一切亏欠 但是在诸外层 还狗皮 他依表的耶稣基督 圈虚 这个的谦卑虚局的形象 是一个福音的信息 所以呢 简单来说 我们基督徒荣耀形象 应该是这样子 外在在体方面呢 我们应该谦卑 带出福音的信息 我们的内在 我们的灵 应该是修上基督伯的细码 有神灵的同在 有天使的造访 是一个地方 是从顺服真理 满有神属天的能力的同在 但是中间那层 就是体和灵的中间的那一层 我们的魂 我们的老我 我们的实义 都藏在耶稣基督救赎和宝血中间 Amen 单单这四层就给我告诉我们 这个圣殿 我们这个圣殿应该是如何 这圣灵的殿如何的来经营 如何来编排这个的顺序 这是非常重要的 那现在我们要来谈到这一个方面 就是从会幕来看 圣徒至圣的呼召 我们现在慢慢要进入到 跟神的地府 到底我们自圣的呼召是什么东西呢 那首先我们来看 我们之前谈到这服事的终点 那服事的终点 我们知道是要去到自圣所 从这图片里面大概大家已经非常熟悉了 圣所里面有什么 那自圣所里面到底有些什么 所以我们服事终点是在自圣所 然后我们还有一样事情是我们总是要记得 我们不是只停留在外宴 那是要进到自圣所 不是满足于我们就是多读圣经 多一点认罪悔改 神要我们进到更深的地步 不单是经营圣灵的动工 而是我们要以祂面对面的一种的服事 这是何等的重要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服事里面 一定要常常认识 神对我们心意是如何 如果我们要谈到这一方面 我们就需要开始下手来去思考 关于到对岳柜和施恩座的这一种的更深的认识 那我们现在要来谈一谈岳柜和施恩座 在自圣所的岳柜和施恩座 它不单是以摩西会面的地方 和大祭司每一年一次赎罪的地方 这里更是以色列管理之作 在这个地方它传达它的旨意 你要明白在这个自圣所里面 不是谁都可以 谁想进去就进去 甚至他们要搬迁 这个会幕 跟着云柱火柱来行走的时候 他们要蓝色布把整个东西盖起来 收起来 他们不能够自己用眼睛去看 他们要用个布 两个祭司拿这个布 把整个自圣所的里面的这个施恩座 这个业柜把它包起来 蓝色布包起来 然后要扛着走 那个地方不是任何人都可以进去的 只有一个两个人 一个人就是摩西 摩西是神特别卷选的 神施恩给摩西 耶和华神说 我按你的名认识你 然后他就 他就招摩西随时给进到这自圣所 但是另外一个人就是大祭司 在当时候的大祭司是亚伦过后 每一届的大祭司都可以进去自圣所 但是只是一年一次 而且要赎罪的目的而进去 所以当然为什么呢 因为那个自圣所里面是以色列管理之座 整个最核心的管理 全并的代表是在什么地方呢 就是在这个十人座这个自圣所里面 在那个地方 他向摩西向亚伦传达他的心意 虽然多数的时候都是摩西进入到自圣所 那有些时候呢 然后一年一次亚伦会进去 旅行大祭司之任 不然的话他们两个人就在会幕前 声音是从这个自圣所里面传出来 就从这个他们的圣经里面称 耶和华是坐在两个纪录坡中间的 这个宝座上的这个耶和华 所以从这里我们就明白 那个地方是一个管理的一个宝座 然后呢 我们的在这个私人座前的这个服饰 是我们服饰的最终点 而这就是在自圣所内的全然服饰 全然降伏伏伏 并且是以神同治理全地 Hallelujah 在这里呢 我们发现一件事情呢 这个自圣所里面的两个非常重要的服饰就是 第一就是全然降伏 全然服饰 当他们进去的时候 他们是服饰在神的面前 神的光彰显在那地方 第二就是以神一同治理 为什么以神一同治理呢 就是他把里面所颁布的命令 起到外头去执行 他们的权并是从神所说的话 他们所执行的 是在这个自圣所 耶贵和私人座前的指示 所以这个地方是我们以主同治理全地的一个关键 我们不是上帝给我们这个神儿子的身份 然后我们出去就拿着这一个的 仿佛像上方宝剑 就出去外面 要做什么就做什么 不是的 所有的权并都是从自圣所 私人座前释放出来 要不是这样子的话 我们没有任何权并 我们不能做任何的事情 然后在这里呢 我们先要来了解一样事情 在会幕前 自圣所 有这个自圣所和这个曼子 我们先读一段的经文 这里说到呢 你们要用蓝色 紫色 珠红色线 而拧的这个细麻之曼子 以侨公的手工绣上这个基督伯 要把曼子挂在四根包金的造假墓的柱子上 柱子上当有金钩 柱子安在四个戴毛的银座上 那我相信大家已经开始会留意一些特别的这个的 这个句子 就是戴毛的银座 我们看到外面的其他的这个外验的 他以他的座位呢 是戴毛的是什么 铜座代表审判 但是呢 他这个自圣所和圣所的这个座呢 全部的都是银座 是代表着救赎 除了这个进口 进口是有五根带毛的 五个带毛的铜座 他预表着五重之分 审核的这个功能 让所有的祭司是经过审核之后进去 所以这是另外一个意思 这个我们可以 你可以看之前的信息就可以知道 然后接下来 33节 要使曼子垂在钩子之下 把法规抬进曼子内 这曼子要将圣所和自圣所隔开 又要把施恩座安在自圣所内的法规上 然后在这里说到使曼子垂在钩子下 然后呢 也就是说这个两四根柱子 上面有钩子 他们就把曼子挂在那边 然后把这个曼子垂下来 然后呢 把法规就是夜规放进去曼子 然后呢 把这个曼子 然后这个cutton 就把自圣所和圣所 这空间把它割开 然后呢 接下来把施恩座安放在 在这个约柜和法规上面 那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一样事情 特别讲到曼子呢 就是耶稣基督 他就是那被撕开的曼子 耶稣上十架上的时候 他断气的那一口气 就说成了的时候 有大震动 那我们曼子是从上面撕开下来的 所以这是很很奇妙的件事情 那希伯来书十章十九节这里说到 弟兄们 我们竟然因耶稣的血 得以坦然进入自圣所 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 又新又活的路 从曼子经过 这曼子就是他的身体 我们看见得很清楚 这曼子就是他的身体 耶稣基督为我们打开又新的又活的路 这被撕开的曼子 是他又新又活的身体 打开了 那我们就看到这条路 我们进去了 那在自圣所里面 我们现在很了解一样事情 这个曼子可不是白色的曼子 这个曼子是有颜色的 那我们看看前面的几个图片 是有这个 有秀上这个 纪录膊 然后呢 有紫色线 那我们看一下在前面的经文 是有蓝色紫色珠红色线 碾得细麻 所以他不会透光 从这经文里面 我就明白 里面呢 是没有办法被金灯台的光 直接射入 照入里面 金灯台只能够足够亮的 这个 这个圣所 但是在这自圣所里面 却没有办法 有任何光 里面是完全漆黑一片 除非 除非有神同在 Shikina Glory 来到当中 照亮这个自圣所 不然里面 完人漆黑一片 而摩西去见神的时候 他的光就显明在 这个两个基督伯的中间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 这一个地方 是神直接启示 没有的推诿 神在自圣所的启示 是直接的启示 在自圣所 的交通 就是我们的 里生相交 是完全敞开的 是直接的 是显露的 是无法隐藏的 没有任何暗示的 全部都是直接话对话 然后呢 耶和华 以摩西面对面说话 出来一记 三章 第十一节 好像人 以朋友说话一样 没有谜语 没有猜测 他就直接跟他说话 直白的说话 他以他面对面 我何能想象 神以摩西 面对面的 这种情景是如何 但是这就是 自圣所的写照 在那个地方 上帝是否 跳脱了 任何人 以神之间的 这个阻拦 或者任何的 这个障碍 直接以人说话 当我们有这种 自圣所的经历的时候 那我们就知道 神祂是真实的 知道祂的爱 我们如果经过 自圣所见过祂的 我们生命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我非常深信 改变人的生命 是神的同在 我们的教导有限 但是见上帝一面的话 胜过讲千言万语 这是我非常深信的 之前我有大列有说过 外宴的启示 是自然光 好像太阳光照在 这个 这个同 祭坛 同洗作棚 我们都照自然的光 别人跟我们说的 然后我们就 在这洗作棚面前 看到自己的影像 我们去接近自己 就用一般的 这个 神坏的亮光 明白和一般的 这个 自然界对照 那我们也知道 我们到底生命在哪里 但是进到 自圣所里面的 有圣灵启示的光 透过整个 神的属性的反照 看见我们是谁 我们在里面 不是在谈罪 在里面看到我们 在神面前 有何等荣耀的呼召 但是到了 自圣所的时候 师父有点像是 不需要再暗示 直接看到神 在那个地方 我用这样的方式 来跟大家讲解 可能再说一次会比较容易 比如说有时候 神启示我们 神给我们一个异梦 我们还需要有一个 正切的诠释 解释 这个异梦是指什么 我们可以看到异象 我们可能还需要 一点的解释 这个异象是指什么 可能或者我们听到 神跟我们说话 我们还在揣测 到底神这句话 是什么意思 但是当我们进到 自圣所的时候 就在那一分钟 后应该不是那一分钟 那一秒 一刹那间 我们的灵里面 完全明白神在说什么 而他完全不经过 我们的魂的思考 他直接灵对灵的 释放他的启示 这就是我说的 直接的启示 你无法推诿 你就在一瞬间里面 千万多少geek的数据 就这样子 一下载在我们里面 完全明白 到底神的心意是什么 而你不能够退诿 为什么 因为神直接对你灵说话 不会听错 因为他在跟你说话 这个就是这样子的 一个启示 所以呢 神自己跟这个 以色列百姓 特别是他跟 米利安说这句话 我与他面对面说话 我与摩西面对面说话 乃是明说 不用谜语 并且他必见我的形象 你们毁谤我的仆人摩西 为何不惧怕呢 他在说的 神对米利安说的 和亚伦说这句话 他说 你们的启示的层次 也只不过是 用谜语 用启示 因为米利安是个先知 他说我跟摩西谈话 是面对面说话 不用谜语 而且他见我的形象 所以他在 他在告诉米利安说 你毁谤的这个人 他的层次 比你来说 是高得多 他是跟我面对面的那一位 这是我们要去到的地方 这是神为我们一辈的地方 当然你说 不是随便就能够进去 这一个话 这一句 这一个说法 也是跟我们的预备有多少 有非常息息相关 我们要预备我们自己 谁能登耶和华的山 你也记得那经文 就是首节心情 启示不怀夷扎的 不向虚妄 启示不怀夷扎的人 你知道我们真的 更多的字节 好让我们能够进到更深的地步 很多人就说 那不是耶稣保血为我们开的那条路吗 那只不过是开那条路 你能走得近 你走进去的那个预备 才是个关键 神绝对是有这个条件 来释放我们能够承受的启示 况且我们就以为 进入神的同在 就好像走进一个门 那么随便的事情 不是的 我们有时候连门都找不着 我们真的常常需要字节 好让我们从我们个人的迷糊里面出来 更可怕的是 有些人就从着自己有一点点的亮光启示 或者应该说 在一个不合法的这个属灵扫描里面 我用这种属灵扫描 来形容 不合法的属灵扫描里面 以为自己是蛮有启示 你解释一下为什么用不合法的属灵扫描 有些人会有喜欢的就是 我喜欢看看下这个人生命有什么 然后他就灵里面去探索探索 然后觉得这个人是怎么样的问题 你知道吗 像上周如果大家记得 我要求大家回去看这个 以西节书十三章 有些时候我们千万不要成为 尊天赚在废墟中的狐狸 每一天就是在别人的软弱和罪里面 找到我们能够讲话的平台 不要 我们不要把别人的软弱 别人的罪 别人的瑕疵 压疵 或各方面的问题 当着我们服事的能够切入点 是我们要帮助别人的软弱 但不是占用别人的软弱 利用别人的软弱 成为我们能够放话说话 有权柄的一个地方 很多时候我们都在控告别人 如果不小心的话 所以我称他为这个 不合法的这种的属性扫描 神从来没有叫你去看那个人的软弱 神要我们去鼓励别人 神要我们能够把别人服起来 不是无止境的寻找别人的软弱 定别人的罪 让别人很需要你的帮助 而从那边建立自己服事的平台 我们不是这样子的人 我们的服事是神告诉我们 要怎样牧养我们的养 我学会一个很重要的功课 启示性是造就的 如果我一直在高举罪恶 如果我们一直不停的在别人的罪上 在那边加盐加粗 就是这个那个的 最后带来的只是破坏 所以我要非常慎重的 跟弟兄怎么样说 在启示的这一块 如果不是神给你的启示 而你自己就把它挖出来的 小心 你不但被他的罪所沾染 你也被仇敌所利用 这就是我对启示性应用的 这个严谨的态度 我希望大家能够明白 我从心里面给大家的一个劝导 用心良苦的劝导 因为很多时候祷告运动 是被这种不需要的启示被拉倒 很多的牧者没有办法去明白 这个有感动有启示的人 那到底他们在做什么 为什么他会一直看到 为什么神会是这样子 他们在我们身上得到了很多的问号 为什么你们的神是这样子 为什么我牧养的好好的 从来没有这些方面的问题 是因为我们的爱不够 我们自己的安全感不够 所以很多的先知学校 他必须要做一块 就是要做一致四方 不是一致四方别人 是一致四方那些 想要参与先知幸福时的人 因为里面的不满足 里面的创伤 里面的自卑 里面的骄傲 里面的这一些的血气 一旦没有被对付 所有的歧视都完全被玷污在人 而也去占染别人 非但没有被神所使用 而且变成了撒旦的财疑 在某一个情况里面 所以我祷告主一样事情 从这个神对米利安和亚伦 说的这句话 尤其是米利安这个开头 做这件事情 神责备了他 然后呢 神他就是什么 他就长了大麻风 神用这个东西 如果父亲吐垂没 在他的脸上 岂不是羞辱其天吗 那为什么神 是用这样子的严格 对付米利安呢 原因就是 因为在这件事情上 他得罪神 在这个启示的 这个事情上得罪神 他说了一个认识神的人 却说了一个不应该说的话 我们夜市认识神 我们更要小心 我们所带来带出的 这个服事是什么 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 接下来我们再继续谈到 进入自圣所 在就业里面 大祭司一年一度呢 战战兢兢的 带着祭坛的血和金香炉 进到这个自圣所 为百姓赎罪 如果大祭司不解 而不蒙神悦纳的话 甚至他会死在自圣所 自圣所里面死亡 我们读这个立位纪 16章11节 大祭司 这个亚伦要把 赎罪记的公牛迁来宰了 为自己和本家赎罪 拿香炉 从烟花面前的坛上 盛满火炭 又拿一棚倒入的 这个香料 都带入蚌子内 在耶尔华面前 把香放在火上 使香的渊源 遮渊法规上的 这个施恩座 免得他死亡 要取血 公牛的血 用指头弹在 施恩座的 这个东面 又在施恩座的 面前 向前 前面弹七次 简单来说 他们进气的时候 他们要把 这个很细的香料 倒在金香炉上面 这个是手提的 金香炉 然后就 这个香料碰在 炭火的时候 而且是祭坛 就是所谓的耶尔华 前面的坛 就是说金香坛 上面的炭火 拿着一块放进去 放了这个香 这个烟就充满了 整个的自圣所 来遮烟 这是祷告和赞美 敬拜遮烟这个地方 然后他要拿血 首先 是要背着 向着这个 施恩座的东面 就是向着前面弹 然后呢 接下来就向 施恩座前面弹七次 一个是向我们的方向 一个是向神的方向 弹七次 然后呢 他是说到 免得他死亡 那有一段的经文 我没有打出来 他是说到 他们的这个 大祭司的袍底下 都有铃铛 他走的时候 有铃铛的声音 那外面的人就会听 这铃铛的声音 是不是还在响着 如果还响着还好 如果铃铛的声音 太久没有响着的话 他们就要必须 他们在大祭司的脚上 也绑了一根绳子 就拉拉一下 看看这个 大祭司的脚 会不会还有反应 会不会再拖回来 如果没有的话 他就知道 这个大祭司不行了 他们就要 必须要拉着 这个绳子 把大祭司 从这个 自身所面拉出来 因为没有人能够进气 任何进气的人 都是要死 因为大祭司 没有讨生的血 这是何等严格的 一种的 一个的敬拜 在神的面前 所以 当我们进到 这个自身所里面的时候 我们需要非常明白 借着神 耶稣的宝血 借着敬拜 赞美 进入到神的同在里面 在新夜里面 我们靠着 大祭司 主耶稣基督的宝血 和带求 能够进入到自身所 所以我相信 天上的摩西 一定会很惊讶 这么严格的 这个自身所 透过耶稣的宝血 我们所有的祭司 竟然可以 一窝蜂的 能够进到 祂的同在里 但是现在 我们近期 不再是为了赎罪 因为罪已经赎了 而是我们能够 进到神的面前 就说什么 蒙恩惠得联系 做随时的帮助 Amen 所以 当我们看到这点 这自身所的服事 这个高峰的时候 这个就是个 跟神关系的一个进程 借着耶稣基督 去完成的 那基督的救赎 将我们带进 以神关系的最高峰 Hallelujah 回到伊甸年里面 以神同行的日子 而且能够进到自身所 以神面对面 像摩西一样 然后在基督里面 而且以神合一 这而不是只是 罪得赎免进到天堂 如果我们还是活在 这个据文的福音里面的话 那我们会很可惜 我们只是能够上到天堂 还不知道在天堂 会是什么样子 我们却没有想到 在地上 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 我们已经上到 跟神关系的 住一高峰 跟他同行 那我们等一下会讲到 管理到以神同行的 这个部分 应该是下一刻 我们再谈了更多 但是我们讲到 在自身所里面 以神面对面 然后在基督里面 我们成为一 所以这个已经 远远超过罪的赦免 罪的赦免只是个 入门的门槛 得进天堂 只不过是 永恒的一个确据 但是我们的地上 还有很多 我们进了门 得到确据 接下来 无所事事吗 不是 我们有这三个 极丰盛荣耀的 这个命定 等待着我们 来去经历 那 约翰福音 十七章 二十二节开始 他说到 你所赐给我的荣耀 我已经赐给他们 你知道 进入到 神的同在里面的荣耀 是何的真实 神说 他把这个荣耀 也赐给了我们 使他们什么 以 使他们合而为义 向我合而为义 天父跟耶稣 的这个荣耀 就是他们 本来是 合而为义的 现在呢 他使他们 合而为义 向我们合而为义 我们在他们里面 你在我们里面 我们 在他们 我在他们里面 这是耶稣说 我在这些门徒里面 而你在我里面 天父在耶稣里面 而耶稣 在我们里面 那我们就 完完全全 以神合一 我们是有罪的 我们没有办法 跟直接 跟天父这样子 但是当我们在 但是 天父在耶稣里面 然后 耶稣 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呢 我们 透过耶稣 来到天父的面前 哈利路亚 使他们 完完全全的 合而为义 叫世人知道 你拆了我来 也知道 你爱 他们如同爱我一样 天父爱我们的爱 是 好像他爱耶稣一样 很难想象的 一种的爱 怎么可能 天父爱耶稣 不会大 跟我爱我们的爱 是一样的 我们一直想 天父一定是 很爱耶稣 然后呢 接下来 爱我们少一点点 但是耶稣基督说 也知道 你爱他们 如同爱我一样 天父用 他爱我们的爱 爱 对不起 天父他用 他爱耶稣 的爱 来爱我们 神用神爱 神的爱 神用神 去爱 神的爱 来爱我们 The love God loves God He loves us 总之是 你要 如果你不要把事情 弄得太复杂 就是天父用 100%的爱 来爱我们 他已经 尽他爱了 他最高的爱 来爱我们 他不是爱我们一点点 我们要做好一点 他爱我们多一点 我们再做得好一点 他再爱我们多一点 不是 他怎么样爱耶稣 他就怎么爱我们 这就是你的身份 这就是你的价值 你的价值 不是你服侍多少 你的价值是 神爱你 是用爱耶稣 的爱来爱你 你何等宝贵 你何等荣耀 你何等有福气 有耶稣 用他完全的爱 100% 这样子来爱你 你还能够想 能够还用什么东西 来想象 感谢神 在这个自圣所前 不单单是 以神面对面 我们也要明白 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我们也是完全 显露在神的面前 我们唯一 正确的回应 就是降伏在神的面前 万物在神的面前 都是次路敞开 我们实在没有可能 再躲藏什么 但问题是来到自圣所的前面 一种就是 我们 让神自己知道 我们在做什么 第二种就是 我们在神的面前 敞开我们自己 你完全敞开你自己 在神的面前 叫做降伏 你在神的面前 被抓到的 就是被叫做制服 你希望是神制服你呢 还是你降伏神 在神的面前 这两个 被制服是没有什么 奖赏的 降伏是有奖赏的 你最聪明的回应就是 降伏在神的面前 不要等神来抓包 不要等神来把你带着 神 等候我们 自愿 敞开 来到祂的面前 敞开我们自己 让神得着我们 让我们整个心 是被神所得着的 亲爱的同志们们 我们可以选择 这个上好的福分 我们可以选择 来意见祂 这是很能真实的一件事情 那 这个西伯来书呢 四章十二节 里面说到一样事情的 神的道是活泼的 是有功效的 比一切两人的剑更快 神是魂以灵 古诀以古衰 都能吃路 剖开 连心中的意念和主意 都能变灵 在这里面 神说 祂的道是活泼的 但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就是神的审判 或神的查验 是非常precise 是非常准确 又快 灵以魂 骨节和骨髓 我们不要说灵以魂 我们说骨节和骨髓 骨髓 骨髓在骨髓里面 怎样分开呢 怎样抽开来 思想和主意 到底这两个是有什么不同呢 甚至我们这念的人 都可能还搞不清楚 我们有一个英文字叫 Split the hair Split the hair的意思就是 把一根头发 不是中间切开 是从上到下 就要分开 Split the hair 头发已经这么幼了 还怎么能够把头发 从中间切开呢 神的道 是两刃的利剑 没有东西能够在他面前 能够隐藏 我们可以来到神面前 所以他说 并且被造物 没有一样在他面前 不显然 原来万物在他 在与我们有关系 主面前都是赤路敞开的 因此呢 我们既然有一位 深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 就是神的儿子耶稣 便当辞定所承认的道 所以在这里说一样事情 既然你知道你没有的好多 而你有一个大祭司 现在你应当按照你所知道的道 活在神的面前 而且你可以相信是 他受接受 因我们的大祭司 并非不能体系我们的软弱 他也凡是受过试探 和以我们一样 只是他没有犯过罪 大祭司 我们的耶稣基督 永远的大祭司 他的道是活泼 他能辨识 但是同时他蛮有怜悯 他能体贴我们的乱络 他没有犯过罪 他能够帮助我们 所以在这个时刻 他十六节他说 所以我们只管 坦然无忌 来到施恩的宝座前 我要得联系蒙恩 会做随时的帮助 来到神的面前 尽管敞开 尽管的悔改 尽管的来到神面前 呼求他的帮助 他要帮助你 这就是我们持有的盼望 这就是我们持有的恩典 我们能够胜过一切罪 和试探和引诱 在这里呢 这里说到呢 我们神虽然无所不知 神的属性是全职的 但是他知道 他知道我们内心一切所思 但是来到至圣所 我们需要的是什么 自焰铺光 自己的光景 来到神的面前 清新突一 可能你会说 我们的罪不是已经在 外宴 在这个 这个叫 同济坛上面 不是已经解决了吗 我们进来 不是靠耶稣基督的宝血 已经洗尽我们一切的罪了吗 我们为什么里面 还要曝光 我们自己的光景呢 我要用一个部分 来慢慢让你去明白 当你夜接近光的时候 你就会夜看到自己 过去看不到的罪 和黑暗 你用 你把一件 白色衣服来去洗 洗呀洗 洗呀洗 用最好的 这个漂白水去洗呀洗 你拿起来看 哇好干净啊 晒干了 然后你拿放大镜来照 嘿 里面还是有肮脏的 然后你拿在哪去 用各种化学药品去洗呀洗 洗出来说 你心想 这次放大镜看了 是没有问题 你拿一个更大的放大镜 或者显微镜一照去 里面一大堆的肮脏 还是没有洗干净 这个叫做 当你有更大的光照 更大的亮光的时候呢 你所有的这个老我 都完全曝光出来 我们能够为自己悔改多少呢 弟兄姊妹们 有没有想过这问题 如果真的给你一个小时悔改的话 我看你大概用半小时 差不多已经悔改完了 但是当神的同在降临的时候 你不单能够敬拜 你也能够看见自己不对的地方 不足的地方 有更深的悔改 当你越走进神的荣耀光里面 你越知道这些东西都站不住脚在神的面前 神无所不知 神自你有没有为过你的惧怕来悔改 惧怕要悔改 惧怕不是罪啊 不 惧怕当他放在光里面的时候 神自连惧怕本身 也是对神的一种的羞辱 为什么 为什么你不能够相信神 为什么你不能够相信他能够做 你为什么要惧怕 亲爱的兄姊妹们 惧怕 当然是在光中惧怕都要逃跑 我们每一个心思意念 每一个的动机 我们以为都是好的 在神的面前 完全被扑入过来 这个以赛亚来到神的面前 当他来到神面前 他看到神的这个荣耀的时候 一个先知 神在他说 我的嘴唇不结啊 以赛亚的嘴唇应该是很好吧 一个先知 而且他是一个王族来的 他是皇家里面的成年来的 他这种有修养 有如此高尚的品德的人 都占势力在历代的王的面前的人 甚至在神的荣耀光照里面 看见自己要灭亡 因为嘴唇不结 而神真的认同 你嘴唇地却不结 神就拿这个叫天使拿了这个火 捡了这个祭坛上的炭火 沾他的口 这个祭坛上的火沾他的口之后 他嘴唇在结晶 这给我们很大的启示 我们的生命有多结晶 不是我们自己有多少 而是多献上给神有多少 祭坛是献上的意思 我们的嘴唇在这个神的光中变得不结 所有我们的奉献 所有我们的服事 在神的荣耀光中 很多时候都是为自己的 只是感谢神 神没有说每一天都给我们 这样这么高度的启示 不然的话 我们真的什么也不凶干了 我们真的是每一天都是在 认罪悔改里面 但是每一次的认罪悔改 都是一个提升 都是个属灵的隔离 我们的认罪悔改的其中一个目的 我觉得 我自己本身觉得 第一是对其神 第二是做一个属灵的隔离 真正的经历那种属灵隔离的认罪悔改 我们不会再走回沿路 掉在罪里面 这就是为什么我当我们讲到 来降伏在神的面前 这是何等重要的 我们的神的无所不知 他知道我们所有心事 但是我们自己扑光在神的面前的时候 我们真的是要做降伏在神的面前 Amen 很重要 那来谈一谈这个施恩座跟月桂 施恩座跟月桂 如果大家不太熟悉的话 这图片就直接把整个部分 就向大家显明 第一就是讲到施恩座 施恩座其实是一个盖子来的 一个平的盖上面雕刻了两个基路坡 这个基路坡跟那个基路坡的枝旁是连接的 OK 然后呢 第二个就是这个柜 柜 业柜的柜 ARK ARK 本来的意思啊 这个ARK其实 其实就是一个cabinet 就是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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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柜 柜就是柜啦 就是可以放东西的意思 只不过我们的柜子是多数都是从这样子打开的 就是从门打开 但是这个柜呢 它是从上面打开 你必须要把施恩座提起来 你才能看到里面有什么 所以它不是它是没有门的 它只是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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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盒子 然后呢 上面有个盖盖着 那里面放的是什么东西呢 那我们接下来 接下来我们要来看 这个施恩座里面 我们刚才已经讲到了 我们先谈一下施恩座 施恩座是在会幕里面唯一的一张桌子 这个唯一是桌位 就是椅子的意思 那施恩这个圣所里面有个橙色饼桌子 桌子是摆放食物 我们即使在那里吃这个摆在神面前的橙色饼 但问题是 即使是没有椅子坐的 它不能坐下来吃饭的 它是要侍奉神 唯一坐下来得安息的 就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 第七日 它创造了一切 它就坐下来了 它的安息 耶稣基督 它成就了救恩 就坐在天父的宝座右边 它坐下来了 它完成了它的救赎大功 诗恩座在会幕里是唯一的遗知 算是一个宝座 在诗恩座所谈的血 使我们在神面前得蒙约纳 然后呢 这个血一个是向东面谈 东面谈就是向着这个 这个金箱谈的方向 就是会幕的门口谈 当然前面挡着是什么 是一个会幕 这个一个曼子 前面挡着是一个曼子 然后呢 这个 但是当它向前面谈的时候 它把血谈在哪里呢 是谈在两个基督伯前面的 这个地方 所以傻的这个 谈这个血呢 基督伯的眼睛是注视所谈的血 基督伯 圣经里面第一次出现的时候 他们被派来看守这个伊甸盐 有旋转的剑和火 还有基督伯 看守这个 进到这个 这个生命树的这条路 但是在这里的基督伯 他也是一个看守的 但是他所注视的不是我们 他所注视的是耶稣的宝血 所以这个基督伯的脸 不是向着我们 这基督伯的脸是向着跟在盖子 那盖子上有 每一个赎罪记 赎罪日 所谈的这个 这个羊的血 牛的一个血 基督的血在上面 所以这里是代表耶稣的血 是基督伯 诗恩座上所注视的 所以他不是要用来审判 而是所有的审判 已经归在耶稣基督的 这个的宝血上面 记在他的帐上 所以这一点我们就能够明白了 接下来我们谈到 这个施恩座 前面神要释放的心意 出埃及记的25章22节里面说到 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 要从法规施恩座上 二基督伯中间 和你说我所要吩咐你 传给以色列人的一切事 在这个地方神做了一件事情 他要把他的心意 向我们每一个人来传讲 他要向我们说 吩咐我们 把这一些他的心意 传给他们 所以这个又是在 法规施恩座上的 二基督伯中间 所以在这个施恩座 是神管理之座 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相信神在这件事情上 在这个施恩座里面 在做管理的工作 神不单在施恩座上面 注视了耶稣基督的学 神也在施恩座上 做一个管理的工作 那我们一个很非常重要的 一个呼召 一个使命是什么东西呢 是进入到至圣所前 我们才能够经历到 我们至高的呼召 这是怎么解释呢 第一 我们至高的呼召 就是完全的降伏在他面前 我们的呼召 不是得到救恩的 然后呢 坐在巴士上 等着上天堂 不是 我们的呼召是什么 在得到这个救恩之后 我们继续的走近 靠近他 到他的这个耶稣为 我们打开又心又火的路 来到这个自身所面前 然后呢 完全降伏于他 以神同行 以神面对面 以神合一 我们再次降伏在他面前 我们不再躲藏我们自己 不再用无花果树 做叶子 做衣服 无花果树的叶子 来做衣服 遮盖自己的罪 我们乃是完完全全 被他保血救赎 以他面对面说话 而且天父借着耶稣 住在我们里面 我们以神 完完全全的合一 完全降伏 这是我们最高的呼召 第二个呼召是什么 就是以神同治理 就像摩西 他在地上 在以神同做王的 一种的现象出现 怎么说呢 就是为什么有人挑战他 在可拉党 他说 你们擅自专权了 神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圣洁的 每一个人都可以做祭司 为什么只有你也可以 其实他要表达就是 为什么你自己做王 摩西在整个以色列人中间 他在神的面前领受命令 他在这个自身所 在这个施恩座前 领受神向他颁布的命令 然后呢 就把这命令走到营 这个会众的营里面 来执行 他在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叫做以神同治理 很多时候我们以为 我们要以神同做王 就是非要等一个 一个登基 大大礼 这个大的 这个登基的礼 然后戴上皇冠 坐在宝座上 每一个人伺候 我们才说 我们做完了 不 我们做完那时 可是当我们听到神的命令 而我们去执行的时候 当神说我要释放我的百姓 让我百姓从埃及里面出来的时候 我们去把神的百姓 从罪里面带出来的时候 在那个时候 我们乃是按照神所颁布的命令 我们去执行的时候 撒旦要退去黑暗的权势 要完全退后 我们要来行神迹 把仇敌一切作为完全除掉的时候 那个时候什么事情发生 我们在地上已经跟神同治理了 我们乃是领受神的命令 执行神所吩咐我们所做一样事情 很多时候我们总是等着 某某的那一天 遥远的那一天 我们才能跟神同治理 不 同治理其实今天就开始 神在看那一些听大的声音 而且勇敢的去行出来的人 我要祷告一样事情 我们要真正认识 我们在基督里面的身份 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在 在花很多时间 我们要慎化我们的品格 真的 我必须要说这句话 我们花很多时间 要慎化我们的品格 怎么说呢 我们有罪 常常就在罪 一直在宣告我们有罪 我们在罪什么 我们罪那个 我们罪那个 我不是说不要处理罪 罪是一定要处理的 但是目标 洁净的过程里面 洁净之后 就要以神同心 洁净之后 是要以神面对面 洁净之后 是以神合一 洁净之后 就得到权并 因为神告诉我们的话 我们去执行 领受命令 去执行 就是以神同治理的最基本 我们所有的 以神同治理 不是因为 我们有超级大权并 说什么 闪电 打雷 地震 地把口都打开 那种 这些东西 在历史里面发生 我不是说不会再发生 它会发生 必须是神说的话 现在神给的小命令 我们尚全没有去执行 我们什么时候 才有资格去执行 神大的命令呢 每一天的命令 都不遵行的话 我们怎样能够期待 有一天我们跟神治理 我们必须要从 每一个遵行神的话 每一天的 这个部分来去执行 我们以神同治理 神必然把权并 给那些懂得权并的人 如果耶稣用了权并 颁布给我们的 我们都不执行 我们还提什么 能够领受大的权并 在这地上呢 耶稣颁布的命令 告诉我们说 去十万名做主的门徒 但我们赖着不走 我们怎样能够执行 其他的权并呢 耶稣用天上地下 所有的权并 都赐给了我 所以你们要去 耶稣不是用一个小的 这个的 这个的 这个的命令 颁布 他说天上地下 所有的权并 都赐给我了 现在我给你一个命令 连天就要听我的 你们要听 你去的时候 我要叫天地 都听你们的话 因为你执行 我的命令 这是个非常重要的 这是我们所领受的命令 我们以神同治理 那我们来谈一下 圣徒和治理 和审判的护照 我们真的有个 审判的护照 在我们身上 在这个 更多前书六章三节 里面说这句话 岂不止 岂不止 我们要审判天使吗 何况今生的事 这句话 你是列过来读呢 还是这句话 你非常相信 我非常相信 因为许多天使 是需要被审判 许多的堕落天使 离开本位 是需要审判 当然我并没有太过在意 是不是要去审判他们 但是 这是神说 你们有一天 我要把全病给你们 你们审自要审判天使 这是耶稣也说的 这是保罗也说的 更何况今生的事 今生的事 也是需要我们 站在那位置上 查验 然后执行神的心意 启示录三章二十一节 神对老底下教会 那得胜的说 我要吃他 在我宝座上 与我同坐 就如我得胜的胜 在我天 我父宝座上 与他一同同坐一般 神把这个宝座 吃给我们 当我们得胜的时候 我们要跟他一起坐在宝座上 末后的这个天上的宝座 是要执行许多的审判 为什么地上亵渎神 清漫神 已经多时多年 但是神要让我们 透过这个审判 临到全地 以至于地上所有的人 都能够完完全全的 悔改在祂的面前 哈雷路亚 启示录的五章 九节 这里说到 他们唱新歌说 你配得拿书卷 切开七印 配切开七印 因为你曾被杀 用自己的血 从各族 各方 各民 各国中 买了人来 叫他们归一神 又叫他们成为国民 言文叫做 loyalty 或是rule 或是reign 国民 不只是指这个citizen 如果是国民的话 citizen 就是一般的普通的国民 但是他真的意思不是 是君尊 就是做王 有治理 有掌权 执掌王权 为什么在地上 执掌王权 然后神的国 我们做王 那神做什么 你要明白 耶稣基督坐在宝座上 在耶路上 在西安 他做王到永远 但是他就分配我们到列邦列国当中 执掌王权 我们也是属于他 我们也是一起做王 我们在他的王权之下 我们也拥有着王权 来掌权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这是我们的身份 我们必须要先习惯 在他的宝座前 在他的私恩座前 在他管理的座前 在他自圣所里面 完全降服我们自己 完完全全以他合一 然后呢 完完全全领受 他颁布的命令 出去执行 去治理全体 这是我们在地上 所必须要学习的 一个的功课 耶稣以父神的命令 来执行这个治理 在耶和福音14章30节里面说到 因为这世界的王将到 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 但要叫世人知道我爱父 并且父怎样 吩咐我 我就怎么行 那你这里可能看到 当那天 这个加列人犹大 带着这个祭司长 还有兵丁要来逮捕 耶稣的时候 那天晚上 在克西玛里面 耶稣说这句话 是世界的王要到了 但是他在我身上 没有任何权柄 毫无所有 非但他没有权柄在我身上 而且他在我里面 我的 他在我里面找不到任何痛脚 没有任何破口 没有任何我爱慕世界的东西 可以让我被钉嘴 他在我里面毫无所有 但是要叫世人知道 我怎样爱父 并且父怎样吩咐我 我就怎样行 所以他就让他们逮捕 所以他在执行天父 地上自理的 这个的 这个的事情 而这一个时刻 天父的心意是说 你要为世人的罪而死 以一个犹太人的身份 一个完全神儿子 人子的身份 去为他们死 来救赎这个国家 所以他被称为犹太人 犹大人的王 为什么 因为这就是 这就是他的身份 他拯救了以色列 这个亚伯兰的后裔 后来得成为世界的王 来拯救我们所有一切的人 感谢神 耶稣基督说 在马太福音16章18节 我要将我的教会建造在盘石上 应见了权柄 言文是应见的门 不能胜过他 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 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 在天上要捆绑 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 在天上要释放 这里说到非常清楚 他把天国的钥匙给你 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 在天上要捆绑 原来的意思是 在你在地上捆绑 在天上早已经捆绑了 为什么在地上要捆绑 天上已经捆绑 因为你是领受天上 告诉你的事情 你在地上执行 但是天上已经为你做好了 你在地上所释放的 在天上 其实言文是叫做也已经释放了 所以也就是说完成事 他天上已经释放了 所以你基本是在 在神的宝座前 领受这个启示 领受这个颁布的命令 在地上执行 我要宣告 末后的教会 是非常知道神心意的教会 末后的教会 是非常明白神心意的教会 而且有治理的 但是关键点就是 我们要认识如何来到 神的自身所 要如何降伏自己 在神的宝座前 这私人的宝座前 不单只是帮助我们 面对我们生命中的 很多 这私人的宝座前 他一样也是管理的宝座 他治理了以色列 他如今也治理了全地 还记得 夜归被掳 非利斯人的那个案件 都是因为这个 和弗尼尔菲尼哈 这两个 这个 堕落的这个的 祭司和以色列人 去打仗 不在上帝的指示之下 把夜归扛起 结果神击杀了 这两个得罪他的祭司 也允许他的夜归被掳到 非利斯底 但是 神却不是像我们 华人所说的 尼菩萨过江 自身难保 他不是 神 他自己不需要别人保护 非利斯人把他 放在大古庙 但是大古的偶像 且断在他的面前 非利斯人把他 引到任何个城市 每个城市惧怕他 也许每个城市 受到他的攻击 非利斯人 他真的没办法 只有一条路 就是把他送回去 神根本不需要以色列人来保护他 神不需要以色列人来做什么 他自己能够保护他自己 他自己的荣耀 他自己占得稳 他自己能够保护他自己的荣耀 以至于神他自己 不透过任何一个以色列人 神自己向非利斯人写明他是谁 这就是我们所敬拜的神 这就是在斯恩宝座前的那一个月会 这就是在斯恩宝座前里面所摆放 我们自身所摆放的这一个业轨 他在非利斯地向我们写明他是自由拥有的 亲爱的兄姊妹们 我们来到神的宝座前 我们千万不要以为 神需要我们敬拜他 不是我们需要敬拜他 我们需要尊荣他 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亏欠他的荣耀 这就是他 哈利路亚 所以神自圣徒 这个自圣的 这个呼召 第一 就是完全降伏在神的旨意里面 以神合一 你必须要做个选择 你自圣的呼召 不是成为宣教师 不是成为先知 不是成为使徒 不是成为牧师 或者是教师 或者是某某一个代道者 你自高的这个的旨意是什么 这是以神合一 完全能够与他面对面 与他同行 听他说的话 藏在他里面 你的自高呼召 第二是什么 完全的自信神的命令 就是以神一同自礼 你的自高的呼召 不是躲在这个祷告室里面 就是你有跟我 你跟神 神跟你 接下来就没有别人了 不是 不要弄错 神不是需要你逃避这个世界 神要把世界交在你手里 神不是要你逃避人的这些复杂的关系 神要你成为神爱的主控 神没有把你送到天堂去 从此以后就以四个觉 神把土地赐给你 然后在这地上 执掌王权 以耶稣 以神一同自礼 这是我们自高的呼召 不是等待上天堂 我常常说 神有这么荣耀的盼望 恩召在我们身上 求神打开我们今天 属灵的眼睛 让我们知道 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 恩召是何等荣耀 我要宣告在耶稣基督里面 神丰盛的恩典 多而更多地赐给每个弟兄姐妹 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 我要宣告 因着主你的这个恩召 我们能够与你合一 因着主你的恩召 我们能够在地上能够同志力 天父你的荣耀 天父你的权柄 适合得好大 那你等待我们进入到 自圣所里面 与你面对面 所有祷告在今天 所临受的信息里面 你来改变我们的思维 改变我们的思想 改变我们一生的追逐 我们要靠近你的恩召 靠近你的护照 走在自圣的恩典里面 谢谢你 引导我们 祝福我们 接下来祷告的时间 奉靠耶稣基督的名字祷告 Amen Amen 耶神祝福祂的话语 敬礼